第三种时间轴结构 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果你是我抖音的粉丝 应该会了解这个结构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 在我的这个抖音短视频当中 为大家展现过 如何运用这种结构来答题 这个结构就是按照时间轴来陈述 你可以讲事实 也可以谈想法 关键是跟着时间轴来 时间的前后关系 是一种很强的逻辑关系 时间轴结构的意义在于 通过时间线索 可以将不同事物或者故事联系起来 并赋予清晰的逻辑 而且时间轴是一种大气磅礴的结构 因为动不动就是五年十年五十年一百年 特别适合面试题当中的即兴演讲 或者特别宏大而且务虚的主题来使用 那我们如何使用时间轴结构呢 你需要去发现不同事物或者故事之间的关系 然后根据这些关系去排列先后顺序 我们先来看一道例题 这个例五啊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 请根据对这两句话的理解 以社会主义中国为题 发表演讲 这是一个很难的题 一个演讲题 但是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运用时间轴这个结构 相信即使你的储备稍稍差一些 也会非常出彩 这道题考验的不仅是语言的表达 更是积累的广度和理论的深度 通过什么线索 把它们穿在一起就很重要了 那最恰当的就是时间轴结构 这样思路清晰 情感饱满 又显得很有深度很高级 那依据题目的主题 我们就可以回溯 1840年到2021年 近代中国饱受磨难 政治制度腐朽 科学技术落后 经济民生凋敝 百姓水深火热 外有列强的侵略殖民 内有官僚的剥削压迫 无数人人志士挺身而出 不断探索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 洋务运动曾风生水起 甲午的战败告诉我们 封建地质辜负了中国 戊须变法曾看到希望 谭四同的鲜血告诉我们 维新运动辜负了中国 辛亥枪声响起 赶走了皇帝 但军阀的割据告诉我们 资产阶级革命辜负了中国 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 带来了社会主义 推翻了三座大山 实现了人民的独立自由和民族的解放 制度的优越 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 两弹爆炸 卫星上天 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在时间轴上 改革开放为节点 在此以前都是在讲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那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 将社会主义发展出了中国特色 坚守得民心 顺民意 惠民力的初心 一代代共产党人 前铺后继 用青春和热血书写时代壮丽的篇章 五年计划步步为营 百年目标引领征程 全面脱贫 消除绝对贫困 中国完成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壮举 嫦娥温月 蛟龙入海 蛀龙踏火 天眼望苍穹 莫子开仙河 5G通信 引领了时代的发展 万物互联缔造了全新的生活 中国从原来落后挨打的苦难历史挣脱 在许许多多的赛道上都跑在了世界的前列 引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放异彩 让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种子 在东方绽放出最美的花朵 回顾历史征程 中国共产党带领英雄的中国人民 披荆斩棘 满足富强的渴望 眺望未来远景 社会主义中国也将乘风破浪 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 这道题就答完了 从前到后线索很清晰 就可以将历史史实 卓越的成绩 与我们的情感共同交织着表达出来 又不显得混乱 这就是时间轴结构的魅力 我们再来看一道立体 做一个强化 例六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请你谈一谈对于这句话的理解 以大多数考生政治理论的功底 单纯的来阐述和论证 江山与人民之间的辩证关系 是非常困难的 说不好就会翻车 弄巧成拙 而这个时候 我们仔细审题便会发现 江山与人民这个宏大主题 一定会展现于历史当中 所以我们将那些历史事件的例证 用时间轴结构来表述答案 就会具体生动 又不失高度和水准 我们来看看啊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这句话深刻阐释了 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重要内涵 也是党群众路线的生动诠释 然后我们便开始用时间轴来码例子 江山就是人民 体现出的是一切为了人民 回看历史 历朝历代的更替 无一不告诉我们一个不灭的真理 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我们党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 就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建党初期 领导工人大罢工 为受尽剥削的人民英勇斗争 土地革命时期 打土豪分田地 为九倍压迫的人民翻身解放 解放战争中 我们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是铁的纪律 解放上海的时候 我们坚决不进市民家门 在大街上合一而睡 正是因为我们把群众的利益 高高地举在了头顶 我们党才能从小小的红船 到微微的巨轮 人民就是江山 所表达的是一切依靠人民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身上有力量的源泉 没有人民的小车 就没有淮海战役的胜利 没有人民的智慧和汗水 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伟大的抗击疫情战争中 我们发挥着群防群治的力量 赢得了阶段性胜利 在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当中 我们依靠着广大扶贫干部 和贫困户自身的努力 如期完成任务 向乡村振兴发展 在未来 我们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依然需要依靠人民 砥砺奋斗 未来的蓝图就在我们眼前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接续奋斗 以优异的成绩守住江山 无愧人民 回溯了共和国以来 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高光时刻 好了 实践轴结构比较简单 但却非常的好用 大家要好好听几遍 掌握以后就会运用自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